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少有人知道,戴笠的长子竟然也在军统,此人就是戴尚吾,也叫戴尚吾,是戴笠和妻子毛秀聪的儿子,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,1940年加入的军统,他不仅外貌长得像戴笠,品行上也和戴笠颇有相似,戴尚吾在军统九寿熏陶,为人心狠手辣,继承了戴笠好似的品行, 依上着戴笠的关系,干了不少坏事,在浙江江山一带时,戴尚吾祸害了不少女学生,导致许多女学生不敢出门,在这一点上他比戴笠要坏多了,那个时候的戴尚吾,主要活跃在浙江一带,除了祸害女学生,他还干了不少坏事, 1941年5月20日,戴尚吾在双西口,杀害了地下党员华春生,1944年,戴尚吾还当选了江山县的参议员,后来还当了县银行的董事长,魏霍一方,后来还被提升为军统的少将专员,毕竟有父亲戴笠提携, 这也正常,不过在戴笠死后,戴尚吾就不再怎么风光了,甚至在逃往台湾时,没有人通知党,1949年5月,解放军即将解放江山县,戴尚吾匆匆逃跑,带了大量钱财,此时距离戴笠去世已经三年了,逃跑中的戴尚吾被一伙土匪打劫了, 是想如果戴笠还活着,想必没人敢打劫他,后来这伙土匪被灭,戴尚吾也被抓捕了,不过后来戴尚吾又跳窗逃跑了,一直到1949年9月才被抓获,其中关于戴尚吾被抓的说法有好几种,还有一种说法是,戴尚吾当时拉了一伙人,继续完抗,后来在一个村子中, 戴尚吾乔装成了村民,这事却在看一份就报纸,那个时候的农民没谁识字,戴尚吾就这样暴露了,后来被抓了,总之,被捕后的戴尚吾被押回了戴利老家宝,安乡,1951年1月,在当地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,宣布了戴尚吾犯下的罪行,并将其枪毙,戴尚吾被枪毙后, 他的妻子郑希英并未受到牵连,并在钱福特务的帮助下,郑希英改名为沈凤英,并计划携带三子二女去往台湾,由于户籍问题, 妻子戴尔宾留在了上海,留在上海的戴尔宾获得了当地部门的关照,读书,上班过着正常的生活, 只是从来不提起戴笛和戴尚吾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